喂 哥 听说你小子把房子卖了 要去创业 我 你那个脑袋去创业 不就是为社会提供GDP去了吗 哥 我想成功一次 成功 从小到大 你成功过吗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 趁早打消这个幻想 你个爱人精 以后别管我叫哥 咱们现在就断绝关系 从小到大 打蛋糕会打刀自己 陶穴穴上网 每次都被抓 高考成绩全国最差的学校都不要我 出来工作 一旦生意都没谈成 太渴望成功了 哪怕一次也好 请1069号客人到三号窗口办业务 我手中卖房子的钱 是我唯一的希望 谢谢 新世界加载完成 全球物价已下调一百万倍 只有您的总资产不变 当前您的资产为 二百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九十五元九毛三分 已存入系统 新世界 物价下调 这究竟是什么鬼 难道是我太想成功 出现幻觉了 算了 先把钱存了再说 完事了再回家睡一觉 你好 我想存一点零钱 烦死了 这大雨天 我还想早点回家呢 一看这塑料就没几个钱 每次都要数半天 为什么偏偏是我碰到这种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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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这 这 帅 帅哥 你 你 你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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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多少啊 八千块 呃 您的厌务分行无法办理 我立刻给您联系到总行 还请您稍等 专车把伤之到 尊敬的贵兵 请上车 这是 这是 什么情况 一户坐贵兵乡车 软罪托发 是 什么回事 我就是存个八千块而已 是与这么大堵干戈吗 妈 我这个月奖金起码有五分 我回头就给你打四分过去 啊 一毫十箱牛奶 五分的奖金 等等 等等 你怎么听 哈哈 您好 我是三台式光明总行的负责人 陈浩海 呃 怎么感觉 有点荒谬 陈浩海 三台式数一数二的资本 之前去总行 刚看一眼大提照片 就被保安给撵出来了 跟他踏到近乎 说不定能帮我一把 嘿嘿嘿 陈行长 你这西装真不错 不知道 花了多少钱定制啊 哈哈哈哈 不是特别高级的面料 也就两分钱吧 两分 你在逗我 这么看来 除了我那两百多万 全球的物价都降低了 如果按照他说的 是降低一百万倍的话 那我现在的资产是 也不知道这世界变了之后 钞票有什么变化 嗯 手感和之前的比起来 确实厚实了不少 而且材质似乎 也比之前要好 没那么容易损坏 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撕开看看吧 有钱人的爱好这么独特吗 那都是达到一定资产才能持有的限量捆纸币啊 说死就死了 徐先生我们到了 这里就付我们的总行 徐先生您好 我叫林友荣 这次主要负责您的存款业务 那就辛苦你了 我就存个钱 好的明白了 我马上就处理 正点哦 这身材这样嘛 很nice 先是亲自把我接来 又给我安排这么一位美女办理业务 按照正常套路 难道不应该极力推荐我存死期吗 为什么这么安静 不对劲啊 这老狐狸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难道是打算先办理好这单业务 再慢慢的憋坏 知财宝提示您 您的光明银行储蓄卡收入8268元 哦 存款业务这么快就办理好了 您当前账户总 共664188元8毛 啊 为防止 剩余一百五十万已经活期存入系统银行 按照年收益率百分之十 约一万两千元 按月发放收益到您的银行卡中 怎么才这么一点 六十六万 这我知不知道华夏首付也就三十八万身价而已 还才这么一点 这是人能用的字眼吗 这 这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首付啊 徐先生 请您务必赏脸 给我一个宴请您的机会 啊 今后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 也请您务必吩咐 啊 好啊 你们先忙啊 我走了 哈哈哈 您慢走 您慢走 如此富有的首付 在我这里办理的业务 爽 全国行长大会 有的吹了 这么有钱 还这么贫义惊人 还帅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配得 陈浩海专门搞这么多东西 就是为了听听我的鱼额提示吧 这只老狐狸 现在怕是盯上我的全部身家了 就是不知道他在计划什么 算了 大不了兵来将当 水来土也 想那么多干嘛 锻炼一会儿 和我的难兄难弟 程宝拉女士 去吃饭 哟 又来参客了 嗯 这只老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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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好看吗 想不想以后都躺在床上看 哈哈哈哈 哪敢啊 唉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嗯 还不是因为业绩 昨天他们又把一个新单 分给江莉莉那个女人了 整整八百毫的提成啊 说没就没了 唉 不习惯搞这张潜规则那套 被人排挤也是正常 不过你这个性格 也的确接受不了那些弯弯绕绕 我还在这教育别人 自己什么都没做成 好了好了 要不 我买你的课 帮你冲到业绩第一 但是有了物价贬值系统 我一定能成功 呵呵 别逗我了 你比我还穷呢 抽空先把你的头发理一理再说吧你 上一次我生意失败 要跳桥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 还把他的另一间卧室让给我出 现在我有能力了 一定要帮一帮他才行 你说回家吗 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我过几天要出席个聚会 到这里租建衣服 这位小姐 您的身材实在是太棒了 不知道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呢 我们这里很多衣服都适合你哦 好家伙 这里的衣服看样子都不便宜啊 高档货 他居然不惜下重本租衣服 看来 他很重视这次聚会啊 宝拉 这不是宝拉吗 嗯 宋家 亲爱的 这是我大学时的孝花 不折不扣的女神哦 当年她拒绝的附加弟子数都数不过来 是不是很厉害啊 孝花 不错不错 下一个就是你了 对了宝拉 我刚才听到你是来租衣服的 是为了雅雅的生日宴会吧 没钱咱就不要装嘛 普通衣服怎么了 反正你天生励志嘛 小心到时候你吊牌露出来了 你 确实宝拉天生励志 比某些其貌不扬 尖酸刻薄的人强多了 哪个闪口来的穷小子 今天不用放羊吗 这里有你说话的资格吗 呈宝拉 她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呈宝拉 你不是爱装吗 现在开始捡破烂了吗 还是说 你也是破烂 我可是来买衣服的 某些租衣服的人 去门口排队哦 赶紧滚吧 宋家朋友是吧 宋家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这么有钱 宋宝拉一件衣服不就行了 看看有没有相中的衣服 我给你买下来 嗯 放心 我说到做到 毕竟你过两天还得去参加宴会 丢了面子也不好啊 对吧 不行 你说好吃给我买衣服的 我不同意 亲爱的 她不知道你的口味 我挑两件 我们就走吧 哎呀 你们都是朋友 还是校友 我送你衣服 自然也要送她嘛 嗯 不准不准就是不准 嗯 算了 我们走吧 真够伪心的了 等等 啊 那两个人买了衣服没有 还没有 那好 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 一件都不许卖给他们 嗯 呦呦呦呦 这是霸道总裁编厂吗 说话过大脑了吗 把这里的衣服都买下来 你知道总共要多少钱吗 你说对 我的确不知道总共要花多少钱 但重用 五块 十块 还有一张 五十块 这小子 随神带了一个银行吗 随便一张 都挂在司堂天天跪拜 他就装在这个破包里面啊 而且还皱了 这点钱 够不够包下你们店里的衣服 啊 太 太够 够了 啊 假的 都是假的 陈宝拉怎么可能这么好命 唉 穷啊 宝拉 走吧 和我这个穷小子 去吃饭吧 这位先生 请 请稍等一下 我叫唐颖 是这里的老板 刚刚从陈哥那里回来 没想到就碰到了许先生 陈哥 陈浩海 这只老狐狸 前脚刚走 后脚就派人来了 不知道您能不能赏个脸 去楼上坐坐呢 好啊 那就上楼坐坐 跟他聊聊也好 看看他和陈浩海葫芦里 不知道您能不能赏个脸 去楼上坐坐呢 好啊 那就上楼坐坐 两位也是许先生的朋友吗 没错没错 我们和许先生也是好朋友啊 身手不达孝宁人 这小子 应该不会当场水脸色吧 要是能攀上唐颖 肯定能得到 大半个三胎式的服装订单 是啊是啊唐老板 我和许先生女朋友是好闺蜜 我们无话不谈的 行啊 成宝拉 看你平时挺清高的 居然也帮上大款了 但是你还嫩 孙胖子要是能和唐老板合作 哼 我还是搞你一筹 哼 你们是同学啊 那个 其实 哎呀宝拉 你害羞什么嘛 哼 成宝拉 大家都一样的人 立什么牌坊 准备五张三折至尊卡 和我的名片吧 看这个叫宝拉女孩的样子 她们可能关系连一般都算不上 哼 先给许老板卖个好人员 后面的事也方便 三折至尊卡 还有名片 哈哈哈 那不就意味着 我可以找唐颖办事 这次真是一步登天了 等等 如果你愿意和他们认识 我不反对 但是我不希望是以我的名义 啊 因为 我这个穷小子并不想认识他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可以问问你家导购 明明左右逢圈 想得周到 怎么突然发火了 如此这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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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完了完了 拍马屁 拍马蹄子上了 许先生 刚才是我看走眼了 实在抱歉 你们 还不把那两个身扔出去 是 老板 啊 你们干什么 我男朋友可是你们的合作商 他家是本地的大企业 山水制造 是你们的大制造商 放开我 你们赶紧放开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啊 从今天开始 山水制造和我名下品牌 不会再有任何合作关系 和其大家打个招呼 让他们自己离开三台市 知道了老板 许先生 苍蝇飞走了 楼上清静 请上楼吧 嗯 好吧 许先生 你的女朋友 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真是无可挑剔 我做服装生意这么多年 见过国内国外那么多模特 都没有宝拉如此出众啊 您过奖了 帮宝拉找几件和身的衣服吧 没问题 帮人配衣服 我们可是专业的 您好 我帮您量一下尺寸 哦 好 这个唐颖的确会做人 知道摆了我的乌龙后 第一时间就从宝拉身上下手 以为宝拉是我名义上的女朋友 要是能把她争取到了 我的印象分自然也会提升 唐颖这个人 看上去八面玲珑 和人相处的手腕也不弱 陈浩海把我的事情告诉她 大概是想要把她争拉入火 这身衣服温柔大气 和你气质很大 既然是个人才 我倒是不会拒绝 得好好运用起来才行 许先生 谢谢你们今天光临小店 宝拉要参加的那个宴会 是两天后吧 会一定到场 替她送上一份大礼 这张是我们的超至尊会员卡 里面已经打了五块钱会员费 除了唐纳卡红 在汉纳南庄和卡古的所有店面 都可以使用 当然 两位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好 我知道了 两位请慢走 回见 喂 发什么呆呢 我们得回去了 啊 这一切是真的吗 你猜 猜你个大头鬼 你要装得真像 真正七个月你一直在装穷 水电费都是我给你交的 晚上上厕所还不让开凳 洗浇水还流着冲马桶 你咋这么能装呢 说 干嘛瞒着我 太子爷体验生活很有趣吗 那个 当时我的确是没钱 就是之前收回了几笔投资 这才回了一点本 啊 那唐颖又是怎么一回事 几笔投资的钱就能让他给你当手下 你当我笨蛋啊 那么有钱 还蹭老娘的房子 你这个糟老头子 肯定是要对我图毛不轨 姐姐 那孙子来电话了 姐姐 那孙子来电话了 啊 喂 怎么了 宝拉 不好了 小美在西华餐厅出事了 啊 什么 哎 你慢点 小美是宝拉的闺蜜 人虽然毒死了一点 但心眼不坏 宝拉这么着急 也情有可原 不过这丫头 什么都好 就是太孤寂朋友了 就她这种性格 估计被朋友卖了 还傻呵呵地帮对方数钱呢 啊 是你们 啊 是你们 不是说小美有麻烦了吗 她人呢 什么小美啊 找你的可是我们 来都来了 你就跟我们走吧 啊 哟哼 宝拉 我们等你好久了 小美呢 你们不是说她遇到麻烦了吗 别找小美了 咱们这么久没见了 叫你一块出来聚聚 宝拉 身后那个帅哥 是你男朋友吗 嗯 对 我是她男朋友 请问 我能坐这里吗 哼 当然了 好家伙 这一大桌子菜 这哪是叙旧啊 明显是拿宝拉当冤大头 上台来买单的 小帅哥 能把我们宝拉追到手 你应该挺有钱的吧 哼哼 一般有钱吧 捧尸阿妩 我是有钱 但不想花这种冤大头钱 你们都吃饱了吧 宝拉 要不我们换一下 谁 谁说我们吃饱了 这不刚刚开始吗 想跑 没门 今天不让你和陈宝拉在这刷盘子 算我输 我 我吃不惯西餐 正阳 我们走吧 哎哟 某些土包子 怎么能吃得起西餐呢 哎呀 你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呀 没吃饱是吧 Waiter 把菜单拿过来一下 哼 上钩了 有好戏看了 一会儿我多点几道柜菜 让你在这刷一年盘子 喂 表弟啊 我们在西餐厅 过来一起吃饭 我把他喊过来没有关系吧 没关系 其他同学有朋友吗 都喊过来吧 嗯 这可是你说的 不能在宝拉面前反悔哦 莉莉 你这朋友真够意思 居然要请我们吃饭啊 是啊 西华餐厅的饭菜贵的不行 平时我都不敢看他一眼 宝拉 我先去前台把钱付了 你在这里等我 去吧去吧 我会帮你看着宝拉 啊 只要把城堡拉套牢 你还逃得掉 一般有钱 敢在这打肿脸充胖子 静等你要在这刷盘子的消息 嘿 你听说了吗 那三桌最高规格的 是想着吃肥羊 才把人叫过来的 我看那个男的不像肥羊 估计不知道价格 一会来买单 估计要下鸟裤子 你好 买单 呃 先生您好 你们那三桌 一共消费一分三零两百毫 一分三零 换算到以前 就是一万三千多 得赶紧适应这个技术方式才行 不然 还得随身带个计算机 那麻烦帮我算算 除了那三桌 全场消费一共是多少 啊 除了先生那三桌 另外还有十五桌在用餐 一共消费了四分三零 我知道了 真傻了吧 你问其他桌干嘛 其他桌的消费 我包了 我给你刷五分 剩下的就算你们的小费 啊 不过 等会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 是 是 谢谢老板 恭喜正在本店用餐的顾客 今晚消费已由许正阳公子买单 本店将再送送一份餐后甜品 希望各位用餐愉快 啊 许正阳公子 三台是有姓许的富豪吗 莉莉 该不会是刚才坐在这儿的许公子吧 那个冤大头 居然给全场买了单 那不得好几分呢 陈宝拉这个贱日 走的什么狗屎云 居然磅上了大款 你忘了等会还有事要办吗 啊 对对对 我们得走了 好家伙 全场买单 这家伙投资的钱 应该剩不了多少了吧 陈宝拉磅大款了 还这么帅 我比死了还难受 小哥 过来一下 明明是我们把陈宝拉筐来 让他买单 他男人凭什么还要帮其他人也买单 不行 非得把这钱拿回来才行 你知道那个许正阳吧 他是我哥 整天就知道瞎花我的钱 你把钱给我退回来 只算我们三桌的就行了 啊 抱歉 许先生已经买单了 这钱是不可能退的 而且您这三桌 并没有计算在内 您是要结账了 许先生临走前 还让我问您一句话 什么动物眼睛看人低 另外 如果你们拒不付账的话 我们会立即报警处理的 您一共消费一分三离两百毫 请问是扫码 刷卡 是现金 哎 这下好了 以后他们要把我当成死对头了 不然呢 平时他们就把你当朋友了 你娘怎么就那么喜欢落花钱 还学会包场了 那得多少钱啊 你娘怎么就那么喜欢落花钱 还学会包场了 那得多少钱啊 也没多少 就是五分 检查到付主消费 获得五点积分 可以用来兑换强化点数 兑换功能将在付主拥有十点积分时开启 往付主继续积极消费 积分 什么鬼 十点积分才能开启兑换功能 感觉这玩意儿现在还是有点激烈 不 按照花一分钱 换一点积分的比例 再花五分应该就能开启功能了吧 发什么呆呢 赶紧回去吧 刚刚被孙丽他们气得少吃多少东西 现在我都饿了 对了 你瞒我这么久 得补偿我 今晚你下厨 谁见过顶级富豪 亲自下厨的 好好 顶级富豪快点做饭 你再这样花下去 真是顶级富豪了 张宇 那货居然给我来电话了 这货悲惨程度 我或许应该帮帮他 哈哈哈哈 老许啊 破产的事我听说了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这有个发财致富的路子 怎么样 咱们兄弟一块干 呃 我有点事情 快去吧大盲人 你试试新衣服 哈哈 未来嫂子就是东西打理 就这么说好啊 我现在去接你 话说还是那个光伏发电项目吧 哈哈 那个属于是五大狼却卡在山 故事深浅 但这回可是个大项目 要是谈好了 我们可就发达了 究竟是什么大项目 听说最近很火的大网红吗 就那个牛春生啊 号称是什么行义宗师 还会弃功的 内阔思辉要搞什么直播 团队要找几个家伙给他们打价权 我们就上台被他打倒就行 一字巴黎 巴黎啊 巴黎 我还纽约呢 这就是你说的大项目 总比你在家里呆着强 说实话 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打这么富裕的仗呢 哎 你瞎啊 怎么开的车 这可是你追尾装的我 而且红的 我肯定要停车啊 完了完了 宝马 能开这车的 可不是什么善茬啊 四乡半老 不知道市里不能乱停车吗 你以为这是你们村的路呢 红灯 这是红灯 我肯定要停车啊 闭嘴 裴姐 没五分你走不了 五分 你敲呢 没事 已经报警了 你算拿跟从 有你什么事 谁让你报警的 哎哎哎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 这俩想把老在路上急刹车 害我追尾了 还不赔钱 警察同志 我这可是停车等红灯啊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吵什么 人家等红灯你追尾了 具体的看监控就知道了 先把驾照拿出来 我全责 看那什么烂车 我一块车漆都比他的车贵 不管谁的责任 都对他赔钱啊 别废话 先把驾照拿出来 那个 我没带 身份证呢 也没带 哈哈 开车 穿高跟鞋 你们都待在这里别动 我去拿取证工具 等等 等等啊 你们两个香巴佬 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嘿嘿嘿 老公 我开车被俩香巴佬撞了 知法说是我全责 你赶紧过来 好好好 我给你发定位 这时候还有人找我 不会是宝拉那丫头吧 陈浩海 喂 是许先生吗 听唐颖说呀 你女朋友过两天 要参加一个生日宴会 既然唐颖替他的朋友 准备了贺礼 您看我用不用也 不用了 一个小聚会而已 这陈浩海消息还真是快啊 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话说 唐颖都没有我电话 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啊 您别生气 我跟室里面的头儿挺熟 就问了一下 那我有个事 你帮我查一下 抛砖引运 看看你这老狐狸 到底什么目的 啊 还有这种事 放心 这点小事我一定办好 嗯嗯 如果能终身禁价最好了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你以为是你们错呢 还终身禁价 等我男朋友来了 一句话让你们俩后半生都采缝刃机 剑阳 要不我们破财消灾吧 万一 没事 我们等着 老公 你可来了 这俩相伴老欺负我 你再不来都要动手了 他哪儿来的一种 敢动我的人 敢在三胎市欺负我的人 混腻了是吧 哦 有身份 第一位 啊 有身份 第一位 啊 那个 许先生 咱们 又见面了 一天两次 挺有缘的 这个胖子 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比换衣服都轻 是是是 有缘有缘 真是圆强路长呀 得罪谁不好 得罪这个活爹呀 老公 你说什么呢 快给他们抓进去啊 抓什么抓 说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停在我前面 不小心撞上了 是他们停得太急了 别怪我了 我没反应过来 啊 你是不是下来讹人了 别回去 不许后 什么讹人 老公 咱们也没跟我选择过 你给我闭嘴 这件事 也不知道许大佬消火没有 哎呀 出点血 能让大佬消气是值得的 许先生 这 这都是一场误会呀 虽然不知道 大佬具体是做什么呢 这钱 您拿着修车吧 如果能够成为大佬的小弟 以后可以彻底横置走了 行 我们还有事情 大佬的气还没消 就大佬说句话 帮我拍摄唐营也行啊 许先生 不知道您能不能跟唐老板说句好话 毕竟那边的合同 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我怕不懂 查到了吗 什么 竟然该找许之洋麻烦 现在找他 许老板 你得帮帮我呀 你们留下来 等处理结果吧 喂 我现在很火的 要不是重要的事 我攒了你 好好好 我是陈浩涵 现在 你妈给我把带回还圣 好你个孙胖子 和我说你多有权有势 马上给我精神损失费 要不然分手 哇塞 老许 刚才是什么情况啊 那胖子为什么那么怕你 还有唐老板也是怎么回事 唐老板是我以前 生意上认识的人 那个胖子 恰好有事求他 我是不是还欠你点钱 没零钱啊 五毛 够了吧 什么 拜托 能不能好好开车 拜托 我借你一毛二 你还我五毛 这小子是不是把全部集数拿出来 准备跟我一块儿 打干一场啊 这钱是孝敬你老妈的 她好不容易把你这小子拉扯大 你不得好好照顾她 至于以后嘛 演得真一点 我们把牛春生这只样 好光 唉 这就是有钱人的烦恼 直接给别人钱 还得编个理由 行 放心吧 一全八里算什么 老许你怎么着 我张玉仪一定让咱们一块儿发大财 不能辜负了老许的信任 系统又出来了 消费五毛 获得五十点积分 当前积分五十五点 开启强化属性 每点积分可以兑换一个强化点 强化点可用来提升速度综合属性 综合属性包括但不限于力量速度反应抗击打听觉视觉嗅觉等等 搞了半天就只能强化一样东西 现有综合属性强化为零 算了 反正也没有其他选项 全讲了 来吧 准备好了 还是 已经强化完成 啊 完成啊 你是不是骗我积分呢 老许 发什么呆呢 没什么 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话说 你真的要去给牛顺顺打工 我记得你似乎最讨厌那些骗子的呀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走吧 找个地方撸串去 我跟你详细聊聊我的大计吧 好奇你这小子 能搞什么大计划 欢迎光 得 白嫖器材的货又来了 早上好啊 找宝拉是吧 我帮你叫他 先比较他 颁卡多少钱 你有钱啊 怎么跟上帝说话呢 来啊 打我啊 出来一位教练 有客人要办会员 请问 是哪位老板要办卡 你好 你打什么招呼 要办卡的老板 身在哪呢 这个穷鬼站着干嘛 这不就在你眼前吗 一个只会免费赠城堡拉客的穷鬼 也配让我招待 孙力超 我就问你接不接 这个小辣椒 就爱着回去办事 还有向老板讨告的去 现在 还真没法和他翻脸 行行行啊 我接就接 非有人要在今天办卡 真是癞蛤蟆趴酒面 不咬人和心人 孙力超你 他不抢这就算了 你也有权限吧 那我就找你办卡算了 对啊 你办不也一样吗 这个穷鬼的业绩 我让给你了 哈哈哈哈 这个穷鬼的业绩 我让给你了 哈哈哈哈 啊 好吧 你要办多久的卡 你不给我介绍一下 各种卡 我们就有普通 和白金两种卡 你比我还熟 我介绍什么呀 有道理 那就来四张 白金会员卡了 啊 无时间限制 无限使用对象 一张一毛的 白金会员卡 有四张 对了 其中三张卡 记得给我包装好 我要拿来送人的 你玩我呢 白金卡 还搬四张 这一年都没有人这么办过 不带这么杀人的 怎么不信呢 我先把钱扫过去 微信之处 是牢 啊 好家伙 四张 听说他把家里房子卖了 该不会跑这冲动消费来了吧 嗯 这才对嘛 恭送上帝爸爸 上帝爸爸慢走 哦 宝拉那丫头 好像正在给别人上课 我还是先不打扰她了 消费四毛 获得四十点积分 投入四十点积分 进行综合属性强化 综合属性 九十五点 好年轻啊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祖贤 是云海健身的老板 听小瑶说您在我们这里办了四张白金会员 所以想和您过来认识人士 你好 我想买点私教课 林祖贤啊 我之前就听过他的名字了 白手起家 还首创了智能服务的沉浸式健身体验 现在 他已经靠着智能服务 在云海健身行业混得风生水起 也算是个人物了 那好 请跟我来吧 徐先生 您想买什么样的课程 我直说了吧 我和你们的教练成宝拉是朋友 就买他 五块钱的课吧 五块 徐先生 要不您再看看其他的教练课 我们一节课才三里 这一下子买五块钱 怕是一辈子都上不完 这个人 不会对宝拉有什么不恰当的想法吧 不不不 我和宝拉是好朋友 我们的关系小妖可以作证 我就是看她这段时间 一直为业绩的事情发愁 才想着帮她一个小忙 原来是这样 是我想歪了 不好意思啊 直接拿五块钱出来动女孩子开心 这是什么超级富二代啊 我这一间分店一个月的业绩 也就五六毛钱而要问 没关系 不过你们暂时不要宣布这个业绩是谁的 就说是一个女教练的就好 明天你们会统计月底业绩吧 到时候再告诉她就好了 好的 徐先生 您方便加微信吗 直接给我转账 我给你操作就好 行 那就麻烦你了 超哥 你又变强了 我都快招架不住了 小道消息 有个女教练办了一张五块钱的单 哇 谁那么好 谁那么牛掰扮的卡呀 诚哥那天不是说要给莉莉一个惊喜吗 不会是这个吧 你最近有这种呼员吗 没有啊 难道 是那个谁 还有那个谁 不会是程宝拉那个女人吧 之前不就有几个顾客给她开过架吗 当时她死活不同意 难道 她脑子转过来了 如果这单真是程宝拉的义气 那她肯定是见钱眼开了 要是这样的话 我稍微运作一下 不也能 超哥 人家想要这个单子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能给程宝拉 废话 这单肯定是我们的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好啊 超哥加油 宝拉 什么事 你看群了吧 刚刚有个会员 买了五块钱的钢 点名是女教练 这其实是我替江莉莉她好的 不过这个业绩给谁 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只要今天晚上你陪我喝杯酒 这业绩还分一半 哼 既然是江莉莉的单子 你就公事公办呗 我有洁癖 怕脏 怎么了 你别不知后来 这件事情我跟你提了不是一次两次 你还想不想回下去 哼 你爱咋咋地姐不伺候了 好 你会主动承诺我的 请进 那孙姐啊 我正打算跟你汇报个事情 刚才我和莉莉谈成了一个五块钱的大单 赶紧过来给你报喜了 又一笔五块钱大单 什么又 就是刚刚头冒那个 是我们拿下的 你们办的 林总今天怎么过来了 看她这面色不好 该不会冒领之事 泄露了 是这样的 林总 刚才那个五块钱的单子 其实是我好不容易弹下来的 很明显世界泄露了 还往自己身上了 以后得离她远点了 哦 办卡的会员名字叫什么 呃 我 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 今天怎么问这么多 编一个什么好呢 嗯 对 会在前抛健身房的女教练 肯定是个油腻徒顶中年人 就记得是个中年人 一般个头 嗯 有点怕 胡说 今天俱乐部一个徒顶中年人 都没有来过 你俩收拾东西走吧 我这不需要你们这种人 啊 开竹吗 为什么 哎 林总 刚才莉莉说错了 是一块钱 对吧 莉莉 这个叫莉莉真蛊蠢的 都到这个份上了 还问为什么 我今天过来 主要是处理举报你们俩 暗箱操作黑其他教练业绩的事 不错 没等我找 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现场演出了一场大戏 单子是人家程宝拉的 你俩上来就请 哼 你们给我滚蛋 立刻马上滚 啊 程 程宝拉 我和你施不良力 我和你施不良力 你 成宝拉 啊 将 江教练 怎么了 你个贱人 还敢还手 就是这个女的 总欺负宝拉 给她点教训 嗯 你个相把老把手拿开 你打我一下试试 嗯 从来没接过这么奇怪的要求 是她让我打的 该 抱歉 打扰大家 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啊 我刚刚查出 私教部教练 陈超 和私教江莉莉 多次暗箱操作较力业绩 我现在宣布 将二人开出云海健身 另外 我需要恭喜我们的 陈宝拉教练 刚刚完成了一个 价值五块钱的私教订单 希望宝拉能够再接再厉 也希望各位能够向宝拉看齐 啊 带上江莉莉 立刻给我滚 这个江莉莉 把老子都连累了 去别的娱乐部装着运气吧 哎 你可是五块钱啊 五块钱都购买一套别墅了 算了算 最近郑阳都把钱花在我身上了 这么多钱 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你是要五块钱吗 当然了 我来这儿 就没有见过有人 往健身卡里冲一套别墅钱的 我试试看 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我帮他攒起来 我帮他攒起来 如果他这次赔了 正好拿出来帮他 唐颖居然给我打电话了 徐先生 陈浩海和腾龙地产的董长明 想要请您吃个饭 地点就在海城酒店三楼贵宾厅 我知道 您等会有时间吗 陈浩海 董长明 海城酒店 可以啊 我等会就过去 好的 我现在就和诚哥他们说一声 陈浩海 董长明 还有另外两个人 并称云海省四雄 分别是四个行业的领军任务 这四个人一块出现 应该不只是交好这么简单 估计是有事求 许正阳 李虎 哈哈哈 真的是你啊 大学之后我们就没见过了吧 真是你这个倒霉蛋 之前挺烦你 这么巧 来这里吃饭 是啊 但是今天看见你 我可太开心了 哈哈 我和萌萌一家 约了人在这里谈事情 你应该也很久没见萌萌了吧 正阳 好久不见 叔叔阿姨 这是我和萌萌的大学同学 当年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她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 干的可是风生水起啊 哈哈哈 真的吗 那还真是少年得志啊 可不是嘛 当年不知道多少小姑娘追着她跑 就连萌萌还倒追过她呢 不过听说 后来你破产了 还欠下一屁股债 现在还清了没有 哼哼哼 在这里等着我 打算拿我当电脚石 老同学 听说你把房子也卖了 也对 你不卖房子 怎么敢到这种地方消费 萌萌 你们怎么在这里 在这里和甲方洽谈琴泪声音 你 你呢 是来吃饭的吗 多年不见 徐正阳还是这么帅 好了好了 和不相干的人少说几句话 我们快进去吧 好不容易约来的贵客 妈 你 老同学 你该不会是在幻想和陈萌在一起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猜你是不是卖房子的钱花完了 来应聘洗碗工来了 我帮你说说 我猜你是不是卖房子的钱花完了 来应聘洗碗工来了 我帮你说说 不用了 我是来吃饭的 是吗 也是在二楼吗 要不要一起上去 我的位置好像在三楼 哈哈哈 三楼 你到时候快餐店了吧 哈哈哈 走吧 龟哥等下就到了 多亏虎子帮我们安排好 别出岔子了 是啊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快上去吧 啊 我们全部有身家 就看今天了 可别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啊 笑死我了 敢在这打整脸出胖子 作为老同学 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建议 缩成一团 滚出去 哈哈哈 行了 不过我也有个小建议 老同学 不如你滚出去吧 不可 雪正牙敢让老子滚出去 我 李虎 你说话注意点 陈萌 你吃所药了吗 啊 帮你们家约了那么重要的人物 你就这样跟我说话 萌萌 怎么和你的好同学虎子说话呢 我们快上去吧 是啊虎子 你和陈萌这么好的同学关系 咋能生气呢 对吧 那些不相该人说的话 当成耳边疯就行 我们上楼吧 没事陈萌 你不用在意 李虎骂我 我当成耳边疯了 先上去了 哎 谁让你上去的 还我说的话 当成耳边疯 给我滚下来磕头认错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里的经理对吗 你们酒店怎么能什么人都让经 和这种人吃饭影响我的胃口 马上让他滚出去 抱歉 我们不会无故驱逐客人 但你的声音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恐怕 要请你们出去了 看清楚 这人就以穷光带 哪里像你们的客人了 齐正阳 老子给你五秒 滚出这里 哦 五秒时间有点长吧 我觉得你三秒就能滚出去 嗯 他滚出去 也就三秒 老子和这穷小子的事情 关你们什么 陈浩海 唐颖 还有一个事 胡子 怎么了 徐先生 我是海城酒店的老板 陈主生 有事远迎 请您不要怪退 我们已经为您安排好了 请跟我来 来人 三秒内 把那个人扔出去 不用了陈老板 我和他开玩笑了 女儿啊 怎么没听你说过这个同学 我刚才这么跟他说话 你怎么不提醒我一声 嘘 叔叔 阿姨 我们先上去吧 好 余正阳 确实认识陈楚生 而且陈楚生还一副工尾的样子 陈楚生老子有病吧 居然还像一条哈巴狗一样对一个穷屌丝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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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好 好 saying 好 好 你和许先生喝一杯了 唐总 不用这么着急 有些事情 喝了酒就不好说了 我们还是先说事 好戏开场了 许先生 您这是 几位都是民阵一方的大人物 想必也不喜欢说话弯弯绕绕 我喜欢直来直去 有什么事 直接说就好 许先生就是快人快语啊 董哥你就直说了吧 既然许先生爽快 我也不扭捏了 去年 外申有个大型地企 发自进去云海 开始对云海多家地产公司 进行打压 我的腾龙地产 以为是本地龙头企业 因此也成为了 他们首要打击 在他们的四处阻击下 龙腾地产现在股下暴跌 公司也出现亏股 要是没发展到新的资金 不但是我 就连浩海大哥 恐怕都有大麻烦 所以 你们是想让我帮你吧 只要一万 我就能改变现在的局面 区区一万 我有 但你们这可是个烂摊子啊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这个烂摊子 是我的 石先生 您的意思是 要控股腾龙 我给你们一笔钱 你们来操作 我只当幕后老板 怎么样 我给你们一笔钱 你们来操作 我只当幕后老板 怎么样 您 说的是真的 要控股现在的腾龙 只需要一万七 徐先生能给一万六就行 剩下的 我们凑凑 共同挺过这次难关 把你们公司账号给我吧 您的光明银行账户 尾号六六八八 到账 十万元 十万 这就是真正的有钱人吗 大老出手 就是不同反省啊 随随便便一出手 就是十万元巨款啊 十万块而已 只要能拿积分 再花十万也没什么问题 一分钱给一点积分 这一下 得给我多少 恭喜您消费十万元 但鉴于您有套现积分的嫌疑 本次仅奖励一千积分 我 不早说 玩我呢 早知道这扑系统玩积分贬值 老子就一万一万的给了 许 许先生 是时候对大老表忠心了 我们三人以后就是许先生的家属 甘愿为许先生马首施斩 大家太可惜了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上赛吧 是 我马上安排 我们之后要做 就把事情做大 千岛湖那块帝王一直流拍 把那一片都收了吧 千岛湖 那块地方 下国首付的陷阱流都没能拿下来啊 搞出一个千岛新城 才有点意思 虽然系统只给我一千积分 但总比没有强 先把点数都加了吧 许先生 没事 就毛病而已 我去当洗手间 这可是极品海南黄花梨木啊 许先生按一下就碎了 这是警告我们 别在他面前耍小心思吗 我们败的这位老蛋 简直就是个超人哪 这十万块 没白花呀 力量 速度 感官 大幅提升了 我现在 甚至能听到远处的声音 你们说许先生 是不是在给我们下马威 展示武力 应该是 但只要我们死心塌地 是不是下马威 有什么所谓 还能听到更远的地方 刘总 我们可是有口头约定的 您不收我们的鸡也就算了 为什么和别的屠宰场 说我们的鸡有问题 我们哪里得罪你了 小陈呐 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再胡说八道 我可就要告你诽谤了哟 何况 我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吗 我没办法答应你晚上去你家喝酒 我不懂什么意思 也不想懂 刘总 您给我个面子 喝酒的事情就算了 他们家的肉鸡 全都以原定价格的一半给您 您看怎么样 今天能来已经给你天大的面子了 你还得说两句话 你算什么东西 我把事情说开了吧 晚上陪我开心开心 你们家的鸡喵就能卖出去了 如此双赢的局面 何乐而不为呢 陈萌 要不我陪你开心一下 你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的 是正阳 怎么哪都有你 赶紧给老子滚开 是 是 垃圾 正阳 刚才的事我听见了 你不用求他 以后你们的鸡 送到海城酒店来 我给你们双倍价格 看正阳的样子不像是在说假话 太棒了 最大的问题解决了 我又该怎么报答正阳 小子 你口气还挺大 海城酒店是什么地方 你说送就送 趁着我心情好赶紧滚 否则老子不会放过你 还以为是什么应差 一个离火都能朝他大呼小叫 估计就是个强出头的 你要不放过谁 老子想整谁就整谁 管得着吗你 啊 这 唐 唐营 还有云海森雄 这 这些大老怎么会在这里 能管得着吧 啊 天眼 饶 饶明 陈浩海 陈主赛 唐营 还有董昌明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了 刚才他们就给徐正阳站台 难道 够了 是 徐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陈 陈楚生就能对那小子 这么恭敬 陈楚生挥岛出身 杀我和年四一只臭虫一样简单 这个年轻人就能让陈楚生停手 他难道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哥 我刚才那样对他说话 岂不是 我刚才那样对他说话 岂不是 徐先生开口 我肯定照办 海城酒店分店有很多点 别说两千 就是五千之机 我们酒店也能全吃下来 陈蒙小姐是吧 给我的名片 好的 徐先生 这两 你想怎么做 你要是再欺负 陈蒙一家 小心自己会消失 知道了 大佬 把那两个人扔出去吧 是 来人 正阳 现在的我们 差距越来越大 我一定要想办法帮上正阳 徐先生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我朋友很快就来接我了 老雪 我已经收到通知了 牛顺顺的活儿晚上才开始 我们先过去 找个地方歇着 等好戏开场 行啊 刚才碰到一点事情 还没吃几口饭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这一千五的综合属性点 也太扯淡了吧 哎呀 老雪 你干啥呢 怎么把车拆了 这些是我借的 我还得出钱修啊 我 我重新给你买辆 买 你买个空气 你出门都得送我的车 还买辆车 一块钱够不够 一块可能差点 真的要去买车吗 走吧 去看看 喂 徐先生 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 我想买一辆代步车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车 我不太懂 我让车只好过去 它很熟 好 那我先进去逛逛 两位先生 下午好 有想要了解的车吗 嗯 先看看富特吧 老雪 你真的要给我买车啊 咋的 以前你帮我的时候 我客气过吗 怎么这时候你开始磨叽起来了 老雪 对我太好了 又是给钱 又是给车 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这次做生业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给我来一辆福特野马 你这转变够快的 两位就在这里稍等 我现在为两位准备合同 哎呀 做梦都没想到过 我章鱼也有全款卖车的一天 之前我最困难的时候 还不是你帮助了我 虽然我又赔了 而且我本来也想给自己买辆车 就是把你捎带上而已 少嘚瑟 马灵 你干嘛 明明是我先来的 马灵 知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 你凭什么插队 赶紧让开 我的客户还在等着呢 赶紧的 不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 林少 不好意思 还请您稍等一下 这小燕 你下了吗 看看这是什么单子 奥迪儿八 多少钱不知道吗 你那单子 翻个背都比不上我这单子 可 可是 是我先 干个老娘顶嘴 赶紧滚开 别碍着我们提车 给你个教训 要知道什么人能惹 什么人不能惹 一辆奥迪 就成我们惹不起的人了 哎呀 其实也没傻 换一辆买菜车罢了 小子 知道你面前站的谁吗 他可是三菱药业的二公子 林正风 三菱药业啊 听说过 就是那个卖假药的药厂吧 你要这么说 我可就有点生气了哟 小子 给你脸了是吧 谁给你的胆子 可都跟老子说话 干嘛 想动手啊 想动我兄弟 我管你什么事 都得变成残上 干嘛 想打人吗 快来人 来了来了 马铃 你还不给林少办手续 在这里磨蹭什么呢 经理 我这正要办手续的 但郑小燕飞的折腾 得罪了林少啊 林少是我们的贵宾 享有优先权 你们想买就等着 觉得不爽了 就出门又转 今天这个队 我看谁敢查 你是穷鬼 我看你是倩车 给老娘放手 听不懂话是吧 五秒内给老子跪下 否则我让你后悔 活在这个身上 不用等五秒了 有什么手段 赶紧耍出来吧 我还有事 天哪 一千五百多点 综合属性 原来能把人揣 那么远啊 很好 我劝你现在 开始安排后事 一会儿骑运飞来了 可就没时间了哈 阿峰 快把骑术喊来 我要他立刻 马上 原地消失 快把骑术喊来 我要他立刻 马上 原地消失 老许 老许 情况似乎不对劲啊 要不先撤 我们跑了倒是容易 他们为难导购小姐怎么办 放心吧 一个齐云飞而已 没事 齐云飞 好像是陈楚生手下的人吧 问问他 知道怕了吧 知道怕了吧 看你这样 也没有什么后事可安排 唉 乖乖生活在底层多 非要惹我们 还有你 郑小燕 我帮林少插个队 你就敢顶嘴 待会儿你觉得罪魁祸首 也逃不掉 看 我说的没错吧 他们肯定会找导购小姐的事 唉 真样 都怪我 刚才冲动了 想让我动手 噓 我发个消息 唉 好的 齐叔 那我在这儿等您 您慢慢来就行 不着急的 要不你们也叫几个菜机来 你们两个都不够我齐叔出手的 不用 期待你齐叔的到来 小林子 听说有人欺负你 齐叔您来了 齐叔 就是那两个小子 他们还不把您放在眼里 让他们消失 哦 打 打 哎 哎 哎 打 打错了 是坐在对面的两个 对 对 把你落下 哦 连他一块儿打 我死里打 是 大哥 啊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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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错人了 你们打错人了 哦 哦 齐叔 别打 别打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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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明白 是那个小子惹了我呀 你为什么要打我 哦 嗯 你用不着明白 乖乖挨打就行了 哼 啊 你是不是眼瞎了 你是我们找来的 为什么不帮我们还打我们 是不是没脑子 哼 废话真毒 交给你们了 你给我听好啊 你惹了不该惹的人 我这只是小小的惩罚 具体你怎么样 好看那位怎么放 啊 救命啊 哎 那 那位 老许 老许 这个秦云飞不太正常 自己人都打这么狠 他又是打我 没事 他不会打你 啊 拜见许先生 拜见许先生 啊 许先生 那两人怎么出来 啊 那个女人嘴毒得很 你看这办吧 我明白了 我 不要 他刚才走过来 我都见到我太奶来接我了 会有更不真实的事情发生 你信不信 等比他还 哼 车 之 号 哎呀 许先生 终于见到你了 啊 许先生 我是车之号 来晚了 实在不好意思 你来的不晚 正是时候 啊 云海思雄 居然对我兄弟点头哈腰 过来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这两位先生过来买车 然后这般如此 如此这般 再后来 羽先生 我感觉他说的有些出入 您觉得呢 啊 大致上就是那样子了 不过 有些地方说的太温柔了 他的原话是 让我想买就等着 不想买 就出门又管 老板 老板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这位先生 闭嘴 出门又转 滚 滚出去 啊 小心 叫几个人把暗眼的东西扔出去 知道了四哥 我去了 哎呦 感觉许先生 跟下边的人说 看见这几个人一次就大一次 什么 那个许先生究竟什么来历 我看四哥他也 许先生也是你教的 哈哈哈哈哈 那个什么 鸾绍背后的加油厂 去一趟 抹除了吧 咱们做周密 许先生不开心呢 明白 马上说理 让你当这个店的经理 怎么样 啊 我 我吗 取办手去吧 快去 我不想说第二遍 谢谢老板 谢谢许先生 许先生 我现在就安排人 去给你们提车 这个车质号变连挺快 行 麻烦你了 不错 效率还挺高的 许先生 不知道今晚有没有安排 我想给 给您摆一顿酒 不知道大佬 能不能给面子 改天再说吧 我现在还得给人打工去 我先开走一辆车 我把我兄弟地址给你 另外一辆车 你开到哪儿吧 恭送许先生 看来大佬不满意 怎么办 要是影响了 整体的合作可坏了 找大家一块儿谈谈 天啊 老许 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这么多厉害的人 都该认当你的小弟 好吧 不装了 摊牌了 我是风水大师 给云海四雄看风水 还帮他们改运赚大钱 难道他们 不该把我当爷爷供着 好好好 你就吹吧 不过我很佩服 能骗富人钱的人 但是这群人 可不能随便招着 小心回头被人打 我说最近出手 怎么这么大方 原来钱从这儿来的 万一这事泄露了 郑阳出手了怎么办 得想个办法 快速扩充实力 放心吧 我有分寸 现在 该去给牛春生打工了 太精彩了 太棒了 你觉得他们这一场秀 能赚多少钱 不知道 我就是来打工的 所谓的大师 就是把网友当傻子 当求菜 网友当看耍猴儿 各取随需 那些人大概还傻傻的 不知道 人家随便拿他们 做几张秀 收入就上天了吧 哈哈 万一原家真是大师呢 虽然假的多 你小子可上点心吧 这种波你也敢接 回头阿姨肯定出 放心 我心里有数 哎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 上台和大师比会两下就早 演得像一点 嗯 技工大师牛春生 号称联阵内戒 外加太极神功掌门人 那是谁啊 哎 有点事来了 那是谁 让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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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网上有很多诋毁我们言论 这让我非常的寒险 因为全世界 真正懂传统武术的 竟然不超过十个 而我 便是其中一位 今日 老朽邪太极门 众弟子 在这里给各位 来场实战打泪 看他这么大岁数 回家抱孙子比较合适 嗯 没事 咱们是来赚钱的 管他呢 关于什么叫连阵内进 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们 因为 道不可清传 我给大家做个演示 你们就知道了 那是三号宣言吧 抓住我的手 什么手轮到我们 不知道 大概是按照数字来的吧 三号 跳 倒 对 出出出出 在地上打滚 滚 快去滚 别滚四圈 我感觉整个会场 就只会儿反这人最累 看到了吧 他刚才一下就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内功气劲 把他震飞的 既然是气功 那就能AOE 就能当地图炮用 把范围伤害 现在 上来四个人一起围攻我 AOE 底图炮 笑死我了 这老头还挺心潮 五六七八号 上 机号上的前再问一句 是不是怎么打都行 好家伙 专业啊 连台词都得现场指挥啊 是不是怎么打都行 嘿嘿 没错 怎么打打哪里都行 我看都不用看 气功放出 你根本进不了我的身 行 那我就放心了 七号 你等会儿装作被弹盖 然后往后面打滚 一定要滚够三 啊 啊 啊 弄啥嘞 这 这七号 这是假戏真做了 啊 他们应该是给老许安排了重头戏 先给老头打败家诋毁 这么重要的节目效果 不能落下我 老许 我来了 叫你气功大师 叫你发现任务武术 七号 你们交进在干嘛 老许对我太好了 我要抓住这次机会 章语 牛大师是自己倒下的 你干嘛 这是直播 这么重要的出面机会 可不多 都给我住手 直播也掐了 啊 怎么回事 怎么真打 我还没碰到就倒了呀 再说了 牛大师不是什么传统武术高手 是位之一吗 怎么这么弱不禁风 知道你们骗人 但是 这也太骗人了吧 我就是骗 怎么了 你咬我啊 你咬我啊 我还就告诉你 那老家伙就不会功夫 完全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 你刚才那几下打得好啊 也不知道能给我们涨多少流量 让我们多收多少脑残学生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学费有多贵 我还要谢谢你 我还要谢谢你 你小子在干什么 就是上台之前 不小心录制了而已 我还就告诉你 那老家伙就不会功夫 完全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 你刚才那几下打得好啊 也不知道能给我们涨多少流量 让我们多收多少脑残学生了 你们居然还偷拍 虽然都是赚钱 但是你们包装老头出来赚钱 有点过分了吧 好小子 敢算计老子 你没拍了视频 就能威胁到我们 看来今天 不能就那么简单的 放你们离开了 嗯 嘿嘿